公民權利保護者和居住在洛杉磯貧民區的居民 批評洛杉磯警察過分使用暴力打死老叔者 星期日在洛杉磯貧民區發生的警察開槍 打死一名流浪漢的事件的經過 被旁人用手機拍攝下來 並在上傳到社區網站之後 引起民權保護者以及流浪漢對警察執法尺度的批評 有住在貧民區的流浪漢表示 死者是一個友善的人 並指責警察沒有利用人數上的優勢來制服死者 而選擇使用武力是警察在執法上的錯誤 有民權保護組織表示 洛杉磯警察打死一名無辜的精神病患者 令人感到震驚 洛杉磯警察局長貝克表示 從現場拍攝到的視頻顯示 這名流浪漢使得強行搶奪一名警察的配槍 而導致警察開張自衛 天下維視編輯報道